五大症状快速判断是否患上胰岛素抵抗 在美国,三分之一的人患有胰岛素抵抗,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 胰岛素抵抗会导致中风、心脏病、肾衰竭、脑或记忆问题如阿尔茨海默氏症、泰金森氏症或其他痴呆症、关节炎和癌症 医生可以通过一系列标准来诊断胰岛素抵抗,但也可以通过观察患者的外貌和行为来发现 腹部肥胖、肚脐周围的脂肪堆积 皮肤问题,膝盖后方,肘部折痕或颈部后方皮肤变黑,皮肤标签 脚踪肿胀,看不到脚踝骨骼的轮廓 颈骨拇指印,用拇指按压颈骨30秒后,留下颈指印 进食碳水化合物后,言语不清 大约30至40分钟后,说话节奏变慢,发音含糊 如果您发现自己有以上症状,请务必咨询医生进行进一步检查和诊断 胰岛素抵抗是一种可逆转的疾病,及早发现和干预非常重要 想知道如何逆转胰岛素抵抗,请订阅我的频道,并在频道内找到相关内容